为了阻止哥布林逃窜发生 我带着弗兰打败哥布林国王 却在地下深处遭遇上击恶魔 齐压倒性的力量 打得我们毫无还手之力 虽然恶魔使用技能命中弗兰 却并未夺走弗兰的剑剑 反而被弗兰一剑砍烧 在将恶魔击退后 我也才明白真相 剑术技能是我开放让弗兰使用 说明恶魔无法夺走借来的力量 看着陷入苦战的恶魔 一旁的城主召唤出哥布林精英 想要击败弗兰然后毁灭城镇 谁知下一秒士兵被恶魔全部击杀 恶魔嚣张地表示 如果城主再敢防爱 就会扯断他的四肢 对于恶魔兰说语其待在地下 不如摧毁人类城市更加有趣 随后一招暗黑电击魔法 朝着我们两人轰来 好在弗兰反应迅速勉强躲开 没有被这股魔力造成伤害 我深知这场战斗毫无胜算 便拿出转移羽毛准备逃走 但弗兰却认为无论如何 也要在此击败恶魔 如果让他去到城镇 所有的一切都会被破坏 到时也会有很多人牺牲 不忍见到这一幕发生 弗兰让我将力量借给他 与恶魔展开殊死战斗 为保护他人而战斗的弗兰 我坚信他还能变得更强 作为师父绝不能扯后腿 便和他一起对抗恶魔 由于恶魔能力数值高 还能连续施展魔法 在他的暗黑电击下 弗兰只得疯狂逃窜 没有任何出手机会 看着恶魔不分敌我的攻击 我发现地下城主周围却安然无恙 恶魔所有的攻击都将其避开 我决定尝试想到的计策 使用火焰魔法让弗兰瞄准城主 结果不出所料攻击全被恶魔挡下 曾经多龙多说鬼 只要打倒地下城主 核心就会陷入催眠 所有魔兽都将毁灭 找到上级恶魔的破绽后 我和弗兰联手使用火焰魔法 对城主所在方向猛烈轰击 虽然暂时限制恶魔的攻势 但因为有着魔力屏障保护 恶魔和城主全都毫发无伤 持续下去我们的魔力会先耗尽 深知这样无法打败恶魔 我将作战计划告知弗兰 决定将两人所有魔力结合 以此做出最后的决战 恶魔在使用魔力后 都会出现三秒时间空隙 只要弗兰使用魔法将我投掷 就能瞬间击败城主结束战斗 即便弗兰对此十分不敢 但还是无条件相信我 使用封魔法将我扔出 并施展火魔法吸引 由我绕开恶魔去解决城主 面对恶魔的强力防守 我改变轨迹朝着恶魔飞去 使出必杀纪念洞弹射 我快速刺向恶魔身体 即便被他双手给挡住 但还是爆发全部魔力 突破恶魔的防御 敢敢伤害我的忽兰 就要承受我的怒哭 在将所有魔力填充恶魔体内后 我成功取出他的魔石将奇迹锁 失去魔石的恶魔瞬间毙力 虽然恶魔被打倒 但我也用尽魔力身体碎裂 见此弗兰十分伤心抱住我 在将魔石全部吸收后 我的身体逐渐恢复原样 看着哥布林又要召唤恶魔 弗兰瞬间出手斩断其武器 并夺取替身手环 使其不能复活 随着地下城主的死亡 混沌核心也消失不见 多龙多带着冒险者赶到 得知弗兰消灭上级恶魔后 直接抓住弗兰对其指导 冒险者应遵守的规则 经过多龙多的教育 弗兰的眼神失去生气 开始责怪我冷眼旁观 由于消灭掉上级恶魔 我和弗兰两人不仅等级提升 也获得更多特殊技能 在弗兰的要求下 我将剑技提升至最高等级 随后将技能剥夺生智满级 今后在面对没有魔石的对手 也能从他们的身上获取技能 回到冒险者公会后 会长询认弗兰恶魔的魔石下落 虽然他们已经获得恶魔尸体 但如此强大的魔石 不管是谁都想得到 弗兰说出在击败恶魔石 严同魔石一并破坏掉 看着认真回答的弗兰 会长决定不再追究 这时一大叔来到房间 指责弗兰隐瞒了真相 不管谁在他面前说 都会被他聪明的脑袋制造